大家觉得股市回本后就该收手吗? 尽管之前是贷款入场 这部漫画把部分解套人的心理 描绘得栩栩如生 赶紧来看 书记上回 牙锤终于认清九龙美不是什么大神 因为蒙之子向牙锤透露 九龙美的必胜法就是借钱入场 上次九龙美炒奥元时 其实压力已经挺满 就算爆仓也不奇怪 是完完全全的赌博 也就是说 九龙美是靠运气盈利的 而不是实力 牙锤认为 自己也学习到位了 只差一点运气 大车大悟后的牙锤 剪掉了一撮凡人的刘海 无他 只是没钱去旅发电而已 牙锤相信 现在自己的运气已经跌到谷底 之后运势无论怎么走 都是朝上的 而九龙美 只会朝下 受到鼓励的牙锤打开电脑 可为什么 日元还在上涨 逐渐逼近牙锤的强制平仓点 寿命只剩三万日元了呀 冷静 我还没有输 先冷静分析 为什么会涨 正想着 日元又从小跌 变为上涨 牙锤总结原因 都是因为自己在盯着看 假如不看呢 经过短暂的煎熬 牙锤回头看到 日元果然下跌 再看 还就居然又变为上涨了 不行不行 再次一开视线 经过九小时的视线大战 牙锤只感觉身心俱疲 那么作战结果是 花七个小时盯下去的价 仅用两个小时就涨回来了 而且 而且 日元最后还是大幅上涨 第二次突破110日元 可上涨趋势并不稳固 竟然转为大幅下跌 牙锤只感觉瞬间卸下负担 身轻如燕 难道猛之子说的迟早下跌 就在今天 没错没错 下跌柱状线一个接一个 牙锤感到好运降临 这次不只是获救 说不定还能大转 简直是天赐暴跌 我要坚定持仓 牙锤目前亏损回到47万 日元在初达110的高点后 暂时到顶 之后 猛之子九流美牙锤三人聚餐 本来牙锤准备好好犒劳自己 结果是吃快餐有点失望 没想到长期节一缩时候 快餐也变得很美味 吃饭期间 九流美说起每日回率还要上涨 原因是地缘政治影响消退 第三轮量化宽松已经结束等等 虽然这些名词牙锤都听不懂 但不影响他对九流美大神去魅 这都是九流美装出来的 没想到猛之子还能接上九流美的高谈括论 不愧是猛之子前辈 前辈好像提出了反对意见 牙锤才不管这些装模作样的讨论 反正他判断之后只会不断地跌下去 牙锤目前会损回到12万 九流美预判跌到头了 然后取出100万预备缴税 现在的牙锤说是去魅 不如说是对九流美的厌恶 他甚至希望九流美亏个精光 牙锤和蒙之子讨论 这次九流美做多必死 因为九流美一路走来 靠的都是运气 从概率上来讲 九流美做多连战连胜 运气已经到头 相反 我做空连战连败 必将迎来反弹 就像头硬币连出十次正面 之后就会连着出反面一样 蒙之子听后表情镇定 心里却大呼脑残 这种被弯曲的概率论 让人怀疑 他高中真的毕业了吗 虽然九流美靠的是运气 但不全是运气啊 最后 蒙之子只好随便应付应付 当天夜里 每日汇率再度大跌 让牙锤实现回本 甚至微小盈利 获救的瞬间让牙锤恍惚 然后他转念一想 当年九流美一笔就能大赚150万 而我牙锤才解套就满意了 不可能 这怎么对得行 那些艰苦奋斗的日子 这些不过是迎头小利 我必不可能卖 必须大赚收场 行情也十分顺利 既然又是连续的跌幅 让牙锤再赚20万 小目标已经达成 可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把用于学费的60万本金除开 也只剩于20万了呀 如果想像九流美那样 很赚上百万 本金也太少了一点 反正距离交学费 也还有一段时间 不如 等等 紧接着 一点小涨幅积让牙锤只挣15万 可这点反弹不足为惧 牙锤要坚定持仓 他的想法是 在最低点平仓 然后转为做多 最后在最高点清仓 直接挣他一个亿 从此步入躺平人生 牙锤发现盲点 如果我把握住每个涨跌拐点 都在最低点买 最高点卖 岂不是赚更多 这种亏损法专业名词叫做T 做T简单来讲 就是在一天或一个交易日内 通过一次或多次买地卖高 规避每段亏损波动 实现盈利 但实际情况通常是 卖了接不回来 买了下跌吃满 影响投资者形成主流看法的因素有很多 行情也随之千变万化 但无论如何 买入和卖出的决策 都出自投资者本人 牙锤现在的想法趋近于持仓 这源自于两周狂跌的煎熬 忽然被拯救于一刻 堪称神迹 竟然让牙锤产生了坚定的信仰 可这个信仰 万一与市场行情相反 将会让人万解不复 没错 随后日元又开始上涨 牙锤扭音为亏 但他亏得心安理得 跌太快的话 总会反弹的 不会再被骗了 我要坚定持仓 随即 九六美传来已经大手笔作多的消息 牙锤欣然看到这一切 他已经开始想象 九六美下海的那一刻 今天这小葵也说要涨 把牙锤惊出一身冷汗 但还好 牙锤惊醒小葵没空作多 要不然小葵也得下海了 小葵觉得牙锤在瞎操心 还不如想想自己 难道要继续做空吗 牙锤回答得非常二次元 会跌的 相信和我一起度过危机仓位的羁绊 小葵发现盲点 什么叫度过危机 难道他之前就已经开始做空了吗 没想到 既然是真的 吓得小葵赶紧叫牙锤清仓 直说牙锤太冲动了 这是老韭菜的忠告 可牙锤一句话就耿住了小葵 明明你才是比我宛如式的新手啊 小葵只好坦白 其实自己之前就玩过了 但牙锤根本不信 认为是小葵在撒谎 并且生气地离开 出门后的牙锤稍微冷静 发现已经有两个人的看法和自己不一样 难道之后真的会涨 那么大神蒙质子怎么看 深夜接到电话的蒙质子 只觉得烦躁 在他看来 之前的巨幅下跌 是出于市场的恐慌 看起来之后多半会涨 但并不绝对 听到牙锤做空后 蒙质子肚子里的坏水 又开始翻涌 我说涨你就会清仓 那之后就是会跌 和你一样我也要做空了 一边说着 蒙质子在键盘上 敲出了做多50手 没错 蒙质子已经把牙锤当做反向名的 用它来当刺探行情的诱饵 再好不过 如果牙锤暴毙 自己就坚定做多 正想着 上涨带来的盈利 已经滚滚到来 牙锤还在说自己做空的成本更低 有点小损失 不过没关系 现在的上涨只是技术性调整 记住 今后我们就是一条战线的伙伴 蒙质子相信 反向名灯比任何金融分析都更可靠 不过也要设置止损条件的 万一出现意外呢 所谓止损条件的 就是只投资者设置一个固定价位条件 一旦行情上涨或下跌到固定价位 就自动卖出或买入的意思 沟通后的牙锤很幸福 自己和大神站在统一战线 而若即九流美和新手小葵势必落败 这次是我赢了九流美前辈 于是大作战的四人 在106日元分道仰镖 小葵空仓 蒙质子九流美做多 牙锤坚定做空 当然 做多的两人 因为盈利心态稳如老狗 成功预测行情的小葵 倒不是因此而沮丧 而是全身心地投入漫画行业后 对网上的杠金评论感到恼火 偶尔他也会想起牙锤 但专注视野 和那晚不美好的回忆 让小葵也没有过多惯念 重头戏还是牙锤 他已经步入老韭菜的心态 即使目前大亏25万也心安理得 挣钱反倒如坐征战 这也得益于他之前亏过67万 才练就了如今良好的心态 现在牙锤还在固执地 坐等大赚的机会 已经完全忘记这笔钱的来源 是学费 时间快见到14年10月万圣节 日本央行决定 扩大量化宽松政策 简单来讲 量化宽松就是加速日元贬值 而扩大就是在之前的基础上 再加速贬值的意思 论影响 对国家来说 能刺激外贸产品出口 对货币来说 当然是大幅贬值 一美元兑换不再是之前的 100日元左右 而是已经突破112日元 对投资者来说 做多的九六美 已经赚取超过310万 一方面 他觉得上涨情绪过热 恐怕不会持久 另一方面 贪心让九六美 再次加仓作多 毕竟他的终极目标 是剩2000万 有时就得靠这种罕见的行情 紧接着 下跌趋势停止 然后又是腾飞 九六美笑得何不拢嘴 总盈利已经超过340万 来看重头戏 做空的牙锤 兴奋地接到家里寄来的食物 又可以打牙剂了 妈妈的嘴总是那么硬 心却是那么暖 而另一条消息 将把牙锤打入地狱 猛之子告诉他 出大事了 亚锤感到非常恐慌 打开电脑后 他才真感觉 淡然临头各自飞 账户余额胜于零元 没错 80万已经被强制平仓了 亚锤赶紧抓回飞树的头颅 然后蜷缩身体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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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糟糕 再不回本真完了 对了 还有新一期的助学贷款呢 这时他才想起来 这笔钱早就投入了外汇市场 那么生活费呢 干扁的钱包里 只有几枚铜板 和一些打折优惠券 诶 钱包里还有信用卡呀 赶紧查查小额信用带额度 入室的钱 由他来出 亚锤不仅感叹 自己是天才 之前为了凑几分 自己办了三张信用卡 目前就有30万的额度 虽然亚锤不明白 什么是分期还款 和信用带的高额利息 但也知道这非常危险 可他 确实没别的办法凑钱了呀 亚锤想不明白 猛之子不是说过会跌吗 可为什么又涨了呢 难道非要等我死了才跌 但我现在的学费 已经没了呀 正想着 日元又开始呈现下跌趋势 再不上车就完了呀 亚锤火速办理小额带 情急之下 还输错了几次信息 最终 还是有惊无险的带到30万 火速入场做空20手 刚好因为贷款手续的耽误 现在仓位建在日元最高点 只要下跌10日元 就可赢利200万 强制平仓点在114日元 怎么说也不可能涨这么多嘛 安全的 随即盯盘的牙锤 从紧张变为呆滞 眼泪顷刻间夺患而出 怎么又涨了呀 没错 日元再从112日元开始上涨 这家事是要杀人啦 绝望中的牙锤 第一时间想起了蒙之子 还有九流美的必胜法 总之 就是强行加仓 一波成神 虽然之前的牙锤对此嗤之以鼻 而现在的他只想竹针学习 只要有持续加仓的能力 就总能等到胜利的那一天 压力的海水 一块没过牙锤 他想起蒙之子说的 哪怕手上没钱 也不能放弃 只要能无限借钱 就能抬高强制平仓线 在下跌时 加超过1000手 正因如此 迟早下跌的必胜法 才行得通 绝望中的牙锤 回头像是看到了 小葵往日的提醒 是啊 这又不是漫画 怎么可能借到海量的资金 再借再数 人生就完了 心里的小葵 虽然看到牙锤的改变 但牙锤 是不可能收手的 已经用上信用袋的我 没有退路了 此话一出 面前的小葵 瞬间化为灼热的阶梯 纵使前方刀山火海 我牙锤 也只能攀登 直到上涨的尽头 才能迎来胜利的暴跌 才能赚回如今的损失 第二天 牙锤在地铁上 看起了实行880日元的 居酒无兼职工作 心里一路默念 赢了就还 赢了就还 然后 走向了学生现金带的大楼前 这可是走向 九流美前辈的老路 是正义的借款 是为了最终的胜利 之后以后的故事节奏 稍微有些断档 故事暂告段落 同时也是为了加快更新频率 和加入更多细节 我才做了这个艰难的决定 牙锤的下海路 不 借款之路 还有多远 我们下期再看 喜欢的观众别忘了点个关注 多多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